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西藏计划TID是一个成立32年的藏元组织 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提高提高藏族精神意识和命运 尊者 我现在想请您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 尤其是在这一个特别的时代 西藏文化如何能够改变 并且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和平的全球社会 这是我想请尊者您开示的内容 在您的教诲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问题 很想听到您对此的回复 谢谢 我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交流 尤其是今天交流的对象 是我的德国的朋友们 我从小起 我一直觉得德国人跟我是非常亲近的 其中一个理由是 德国人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许多的国家攻击的对象 德国变成许多国家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对德国有一个特别的情感 他们两位在藏地时 在西藏时 我们都叫他德国人 德国人 虽然我跟他没有私人的联系 可是哈拉呢 是我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 我的破烂的英语 一开始就是从他那里学的 后来我发现 他的英文也非常的 也不是很好 所以逻辑上而言 老师的英文都不怎么样的话 那作为学生的我 当然会有失诚的问题 所以我的英文也不会好到那里 我从小起 我就时常听到德国的这个词汇 而且我非常的钦佩 德国人 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这时候他们失败了 因为其他国家的攻击 包括美国 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中也包括美国 德国被打败了 所以我对德国有特别的情感 当我看到 德国在欧洲 属于中央的部位 德国的面积不大 但是美国的面积非常大 所以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我觉得 德国被欺负了 因为相较下 德国是较小的 它是在欧洲的中部 所以我一直对德国 德国有一个特殊的情感 我非常的高兴 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跟你们一起交流 德国 以及日本 在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采取了和平发展的动作 运动 尤其是日本 饱受了原子弹 所带来的伤害 因为这种极度的伤害 经历了战争 饱受痛苦的缘故 所以打从心里面 他们是真的想要追求和平的 德国还有日本 这两个国家 有巨大的潜能 对建立世界 能够带来一定的贡献 因此我非常的高兴 能够有今天这一个机缘 跟你们进行交流 今天的主题是 西藏文化及其潜力 有助世界和平的发展 西藏的文化 以原始的一个文化而言 我们就是一个游牧民族 它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可是从第七世纪起 第一个 西藏的国王 他与中国联姻 娶了中国的公主 而且他的 个性是很有主见的人 他觉得我们藏族 必须要拥有自己的语文 当他创立自己独特语言的时候 他并不是参考中国的语文 所以有时候 我会开玩笑的说 第七世纪的双战钢布 他应该会对中国的联姻感到满足 而且他对中国的食物 他也是喜欢中国的食物 可是就以中国字来讲的话 他觉得太复杂了 所以他决定 我们需要创立自己独特的语文 所以参考了印度的 Deva Nagari的文字 来去建立自己的母婴和子婴 所以从七世纪起 松赞钢布藏王 已经建立了 西藏藏族自己的独特的语文 八世纪时 西藏的国王 他想要建立佛教 但是他不想要从汉地引进佛教 他想要直接的从印度引进佛教 当时最好的佛教的教育机构 佛教大学 就是纳兰陀佛教大学 所以他邀请了当时 纳兰陀佛教大学的最顶尖的学者 桑达拉西达几乎认识 当桑达拉西达几乎认识 来到藏地之后 他发现 我们藏族有自己独特的语文 所以与其学习梵文和巴黎文 去学习佛教的经论 还不如用自己独特的语文 来去学习 更为妥当 所以他建议我们藏族们 要将经论翻译成 西藏的语文 有一些学者 曾经也跟我说过 像达拉西达几乎认识他自己 即便他的年龄 已经 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年事已高 可是他仍然对学习藏文 是感兴趣的 随着翻译的工程 这一个伟大的项目 所以西藏的学者们 从翻译的过程当中 也学习到许多梵文的一些词汇 让我们将佛陀的经论翻译成藏文的部分 就以佛陀亲自的一个教研而言 而言有100多部浩瀚的剧作 那就以印度大师针对佛经所做的诠释 有200多部浩瀚的剧作 这个称Dengur 总共有300多部浩瀚的剧作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西藏的文化 还有西藏祖先所留下的遗产 我们西藏的这些学者 还有过去的西藏的藏王 他们非常务实地去做比较 比起中国的佛教学者 印度的佛教学者 他们两个做比较之后 他们觉得印度的佛教学者更为妥当 所以从印度引进佛教 所以印度人是真的 我们藏族的老师 有时候会开玩笑说 在现代这个时候 看似原本的我们的老师 也就是印度的这个上师 现在变成我们的学生 那我们作为学生的藏族 变成印度人的老师 总之 我们藏族 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语文 进行了这个伟大的佛经论的翻译工程 在佛法传入到藏地之前 我们藏族只是游牧民族而已 直到佛法传入到藏地 进行了伟大的翻译工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藏的祖先里面 陆陆续续的产生了 非常著名的西藏的这些学者 伟大的学者们 伟大的成就者们 所以从这一个广大的一些翻译的西藏的文献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逻辑学 心理学的内容 那这些的内容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在佛教的传承里面 有一类的传承是以巴黎语文为主的佛教传承 但是这一个巴黎语系的佛教传承 他们并不会太关注逻辑的学习 那汉传佛教虽然也是来自纳兰陀佛教大学的一个传承 可是汉传佛教 虽然我也尊重这些汉传佛教的兄弟姐妹们 可是他们对大教典的学习并不是那么的关注 尤其对于量学的一个学习而言 他们并不那么关注 可是我们藏族会非常地重视量学的学习 所以就以我们的一个知识层面而言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有的这个佛教的知识 是在佛教界里面最完整的知识 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地继承了 纳兰陀佛教大学的一个学习体系 所以我们不会引经据点地相信佛所说的话 我们会透过观察分析 再来去产生对佛的信仰 就像佛亲自所说的 不要无条件地相信我 你们应该要观察分析我所说的话 再来去信奉 所以我们藏族们 历经了世世代代的认真的观察 分析学习 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像汉传佛教的佛教徒一样 我们也会修禅打坐 但是我们打坐修行的这个基础 是建立在大教典的学习之上 首先我们会针对根本记文 记句而去进行背诵的学习 像我从小起 我就必须要学会背诵这些重要的经论 根本记句 藏传佛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 我们会透过逻辑辩论的方式 而去进行 佛教教义的一个 研究学习 可是泰国的佛教 和汉地的佛教 却都没有这么做 这一个独特的辩论的语言 是由 所创立的 所以我们会以拍掌的方式 以一个独特的辩论的语言 来去进行 佛法教义的辩论 切磋 我看到 许多的佛教学者们 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非常的积极 所以导致他们辩论完之后 他们的手掌都觉得阴影发痛 因为我跟其他的世界各处的 或者是各国的佛教的学者们 一直有交流 有接触到 那从此我发现 我们藏传佛教 所继承的这一套完整的知识 非常的深奥 我们也会修行 打坐修禅 但是我们 修行的基础 是以大教典的学习作为基础的 这个呢 真的是一个语众不同的 一个独特的传统 我们也会学习 圣摩塔皮博生 我们不仅 会修炼慈悲心 我们也会 非常严谨的应用 我们这一颗睿智的人 透过逻辑辩论的方式 去尖锐自己的智慧 所以我相信西藏的文化 具有巨大的潜能 能够对世界的和平 提出贡献 因为我们的传统 所讲究的 不是一个信仰而已 而是透过观察分析 透过真相的认知 让我们建立内在的慈悲 也就是内在的和平 那再用自己的一个 内心宁静的一个经验 搭配着逻辑 为他人分享 近期我们也在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以这一种的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 内在宁静的价值 进而建立世界和平 信仰是个人的选择 个人的决定 可是 以逻辑的方式 逻辑的途径 去做研究 了知真相 这个是所有人类的 共同点 即便你没有信仰 你也需要内心的宁静 内在的和平 之所以有这些种种的人为灾难 是因为我们的内心 受到了负面情绪的极大干扰 而造成了人为灾难 我一直都在说 我们人类的本性 像其他的动物一样 一开始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是在 母亲的关怀下才能够成长的 如果这个孩子 没有母亲的关怀 关爱的话 我们将无法成长 这个呢就是慈悲的种子 可是问题在于 当我们进入了 教育体制 也就是所谓的 现代教育体制的时候 因为现代的教育 忽略内在和平的价值 除了主流宗教会提及内在价值 像是无论通过造物主的方式去推动也好 或者其他方式推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代的教育体系里面 对于如何建立内心的宁静的一体上 并没有提出足够的教材 可是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地看到 内心的宁静 有助身体的健康 但是持续的愤怒 嫉妒等负面情绪 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即便没有宗教信仰 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能够创造 所在社区的宁静和和平 我们也是需要 内在的和平 内在的平静 这个的确非常重要 当然要不要宗教信仰 或要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属于个人的选择 个人的决定 可是内在的宁静 是全人类共同 需要去学习的议题 就以这个观点而言 我们西藏文化 绝对能够在此提供 某种程度的贡献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我一直跟现代科学家 有着严肃的交流 如何建立内在的平静 如何减缓内在的愤怒 畏惧和猜忌 这是我们讨论的议题 我觉得此时 我们可以采用 古印度的传统 世俗伦理的推动方式 也就是在推动 这一套价值观的时候 不是依据 以某个宗教为主的方式 去推动 对此我确实有一些经验 因为如同我刚刚说的 我跟科学家们 有数个十年的一个交流的经验 这些科学家 所以专业而言 他们确实是科学家 可是他们在内心深处 他们却非常钦佩佛教的 这一套逻辑系统 我未曾向他们推广佛法过 我只是单纯的 为了能够建立世界和平 所以我们需要推动 内心宁静的价值观 这是我只是想要推动的 项目和内容 那为此西藏的文化 确实有巨大的潜能 在这方面提出贡献 因为西藏的文化里面 有足够的资讯 丰富的资讯 帮助我们去了解 如何建立内心的宁静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问答题 谢谢尊者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 非常重要和客观的 这些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Tashi Shitzetang 来自瑞士 尊者 我要向您提问的是 在中国占领西藏的情况下 藏族青年们如何才能更好地 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 一开始 中共占领西藏的时候 是 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 因为他觉得 当时候西藏的民族 是落伍的 那我在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 毛泽东跟我说过 我觉得达埃拉玛尼的思想 是非常符合科学的 可是宗教却是独物 所以可见毛泽东相信 宗教是独物 宗教是独药 可是这一种的意识形态 比起今天的中国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对宗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 深感兴趣 我的一些朋友 西藏的学者们 西藏的学者们 他们在中国 教书 有一位曾经这么跟我说过 有一位教授曾经这么跟我说过 有一些中国的学者们 他们看到了我们印度这边出的汉语的佛法科学总集之后 他们跟我说 藏众传佛教是的的确确 传承纳兰陀佛教大学的一个无构的法脉 而且他们说藏传佛教非常符合科学 这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们在藏传佛教的传统里面 我们非常重视逻辑推论 有一些西藏的学者 他们在藏地工作 他们有这样一个感觉 他们觉得 虽然在政治因素上 我们受到了迫害 可是就以精神层面而言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中国人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想法 这种的印象是对的 因为在中国境内 佛教越来越受欢迎 这个代表 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 中国以历史而言 是个佛教的国家 所以在中国里面 越来越多的学者 包括年轻人 他们对佛教的传统 越来越感兴趣 尤其是西藏的文化 还有藏传佛教 越来越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 局势有在改变当中 与日东国共产党 以自己最大的力量 高压藏族的信仰 可是他们失败了 佛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 不仅影响了整个亚洲 而且也传到了西方 还有不同的国家 甚至于进入到了科学界 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 他们对藏传佛教 深感兴趣 更重要的是 我们西藏的年轻人 要去注意的是 一开始 我们作为流亡身份 来到印度之后 我问了印度的总理 尼瑞 因为我们有自己 独特的语文 而且根据这个独特的语文 我们有很多不同 学习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 西藏人自己的学校 这时候 尼瑞总理 完全地支持 我的想法 所以今天 我们藏族的年轻人 他们 才有机会去学习 西藏的独特语文 而且 我们再次地建立了 佛教大学 最顶尖的佛教大学 像三大寺 从1959年起 有许多的僧人 学者 也逃难到印度 我们将他们 作为 这一个顶尖 佛教大学建立的基础 所以 我们在印度里 建立了顶尖的佛教大学 那在这个佛教大学 三大寺里面 至少有千万的僧人 正在学习道教典 而且 我们也 知道一些蒙古人 千里迢迢的 来到印度 三大寺 学习 而且一些中国人 也来到三大寺学习 所以我们 藏族的年轻人 一开始要做的是 学习西藏的一个 独特的语文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学校 有自己的佛教大学 我们可以 从中 学习到佛教的逻辑学 还有佛教的哲学 我们 只能透过学习 将自己的文化 完整地 维护下来 那些 藏族的年轻人 如果在印度出生 那自然而然 他就会接触到 我们提供的机会 进入到西藏的学校 最终成为学者或者教授 这种 也是对西藏文化的一个维护 因为维护的责任 不仅是上一代的人 年轻的一代也是有责任的 但是 你们维护的方式 是要透过学习 来去维护西藏的文化 和宗教 我们说不定还可以 针对这个议题 做更深层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 是来自 对于散居于世界各处的藏族人来说 将藏语传给后代 这点非常具挑战性 如何保持流亡中西藏文化的活力 对此尊者有何建议 无论藏族在哪里 我们会尽最大的能力 提供当地的藏族 可以去学习藏语文的机会 还有条件 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 这一个女性的朋友 跟我说 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 接受这些西藏的难民 不仅是想要提出 援助的双手帮助他们 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非常渴望 能够从这些难民们的身上 学到西藏的文化的价值 他曾经这么跟我表达过 确实也是如此 哪里有西藏流亡的社区 在社区周遭的当地的居民 他们会有正向的一个印象 因为西藏的文化 给予藏族的生活 带来了宁静 如果 我们要 发动战争的话 我们也是有勇气的一个民族 在1950年 在1950年的早期 当然之后1959年 我们藏族 终于听到了许多勇士的一个 伟大的事迹 但是我们的文化 的属性是属于和平文化的属性 这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种文化 照着年轻人们 首先要学习 自己的一个独特语言 语文 在自己的学校里学习 当他结束 这个学校教育的时候 可以去学习 佛教的哲学 还有佛教的逻辑 那这个佛教的逻辑和佛教的哲学 不应该只是僧人们去学习的议题 也应该让一般的 在家男女众 出家的尼僧更不用说 都应该要提供相同的权利和机会 让他们去学习才对 所以在西藏的一个流亡社区里 越来越多的尼僧 还有部分男女的这些居士们 都在学习佛教逻辑和佛教哲学 而且我也呼吁 西马拉雅三路的居民们 应该要去多多学习这些的内容 在印度里面 我们有几所 这些学习中心 透过辩论的方式 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地方 场所 所以我们将西藏文化和宗教 维护得非常好 因为不仅是男女的僧人 在加拿女众都可以去学习 这方面的议题 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语文 是有密切关系的 为了能够诠释 非常复杂的 以及非常精细的 西藏哲学的话 最好的语文工具 就是西藏的语文工具 根据我的经验 我确实是这么相信的 因为西藏的语文 的确是最好的工具 来去学习 西藏的逻辑和西藏的哲学 所以当你要深入地去了解 西藏的逻辑和西藏哲学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想要去学习藏文 我们不应该觉得宗教只是一种 祈祷 祷告的一种仪式而已 不应该这么想 至少 藏传佛教在这一点上 已经很明显地 清楚地跟我们说 学习比信仰更为重要 接下来的提问者是 Roloff 在1970年代的时候 您提及了普世责任 我的问题是 请问如何在促进和平的文化中 不融入 不融合佛教的传统 我刚刚已经说过 以世俗的方式去推动 所谓世俗的方式就是 不依据 以某个宗教为主的方式 这是我所坚持的推动方式 就像动物 他们也是想要 内心的宁静 内心的平静 这个跟后世无关 这个跟天堂无关 只是单纯地为了建立 更安详的社会 更安详的社区 世界各处 我们都可以听到 要和平的声音 世界和平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 只能透过内在的和平 去建立 名副其实的世界和平 而且 这一种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以 某个宗教为主 这个就是内心和平的一个迫切性 这个跟后世无关 这个跟解脱轮回无关 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只是为了祥和的家庭 社会的建立 我们必须要认清 内心平静的迫切性 人类的悲鸣心 是跟宗教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我的问题是 如何在促进和平的一个文化中 能够不融合佛教传统 这个我刚刚说了 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是来自Volker Stanzer 他是前德国 驻北京大使 孙者 非常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的问题是 最近中共一直在回避 少数民族的问题 而且试图将少数民族 吸收到多数的汉族当中 这将是一场种族的绝灭 所以我的问题是 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中 藏传佛教 能否持续坚持自己的立场 甚至成长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如前述 西藏文化 或西藏传统的一个 独特的 不共之处 就是 逻辑 推论的方式 去相信真理 所以 即便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是喜欢这种科学精神的 中国 以历史而言是佛教的国家 现在中国 正在复兴佛教的信仰 那在复兴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复兴佛教的哲学 佛教的知识 因为 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维符合科学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需要以逻辑的方式 去复兴佛教的哲学 提及 后世 或者是 解脱的话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就事论事 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为了自己的健康 我们也是需要内心的和平 那内心的和平要如何建立呢 这时候 就跟佛教的哲学 所说的 无法分离 就像佛教的哲学里面 有说到表象 和存在的真相 事物的表象 和事物存在的真相是不同的 表象看起来是非常客观 可是实际上并非是如此 因此而减少负面情绪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藏族祖先们 经百千年来 努力 要去维护的文化 所以 中国境内 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佛教感兴趣 那对佛教感兴趣的话 自然而然会对佛教的逻辑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逻辑 深感兴趣 下个问题 是来自 Michelle Brandt 他是 我会议员 德国国会议员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外 的侵略和扩张 正在稳步的成长中 在政治上 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时 尊者 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复杂 因为它 是属于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无论中国再怎么强大 但是它仍然是全世界的一部分 它必须得跟其他的国家和平相处 首先 要跟印度和平相处 因为无论是印度或者是中国 都没有办法毁灭另外一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不可能毁灭对方 就得并肩共存 即便是台湾 以政治而言 政治因素而言 两岸之间的问题非常复杂 可是就以 华人的文化而言 是上千年的华人 具有上千年的 一个华人文化的历史 而且这个上千年的华人文化 被台湾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个无法透过武力来去毁灭 将其灭职 所以中国 以政治的角度而言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会采取 短视的政治决策 可是就以长远的第一而言 中国必须要跟其他的邻国并存 并肩共存 无论是跟印度 越南 缅甸 的这些邻国 我们可以看局势一直都在变化当中 人类的思维模式 也正在改变当中 比起上一世纪 跟这一世纪而言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这一世纪的现代人 的思想更为开放 而且我觉得更加的务实 过去上一世纪的人 非常的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 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是这一点毕竟是 狭小的一个思维 可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们 会更开放地去思维 全球的利益 下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激励社会 来去支持我们的坚定承诺 使西藏的问题 再次获得全世界的关注 我觉得当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 对我们西藏的文化 西藏的知识 更感兴趣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想要 将这一个丰富的文化 和丰富的知识保留下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科学家们 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 可是他们却支持我们藏族 因为当他们知道 西藏的知识 里面有许多丰富的资讯 是有关我们人类心智 是有关我们人类情绪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会看到 西藏文化所带来的价值 所以自然而然的 他们就会自愿的 想要去维护 保护西藏的文化 西藏的知识 下个问题是来自 Andreas Helmer 尊者您好 近期每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 创造自己所谓的现实 甚至传播假新闻 我的问题是 如何使人们获得 真实的信息 像是关于新冠大流行病 或者是气候变迁等的 真实信息呢 过去 当人们各自独处的时候 那当地的有权的人士 因为他可以 透过资讯不发达的 一个条件和环境 来去误导当地的民众 可是现在的资讯 非常的发达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 看到全世界的新闻 因为资讯 没有办法 透过单一的人 或者单一的公司 企业去掌控 我们要看什么样的资讯 我们都可以去搜寻得到 我觉得人们在接收讯息的时候 要看仔细 自然就比较不会受到 错误信息的影响 像是气候变迁的问题 全球暖化的问题 全球暖化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的确是 超乎了我们人为的因素 我们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属于自然灾害 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还说 当我们全球的温度提高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将会严重的缺乏水资源 像西藏 是许多主要河流的来源 而且在我这一世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些主要的河流的水资源 正在减少当中 因为全球暖化的问题 最终西藏 可能会成为 像阿富汗一样 变成 极有可能成为沙漠 这个的确 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 的确是属于自然灾难 所以我们只能 尽己所能的 来去 改变我们的生态 多建森林 或种植树木等 因为这个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下个问题是来自 France Ailt 他写了两本书 他会提出下个问题 尊者 在我们唯一的家园 这本书中 你写到 全球变暖 对青藏高原的影响 对生活在该地区的 15亿多人的生活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青藏高原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箱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如果西藏的 46,000条冰川继续融化 我们将面临 难以想象的问题 水可能会成为 未来冲突的关键原因 您是否担心 印中之间会因为 水资源而发生战争 特别是考虑到 这两个国家 都拥有着核弹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我们察觉到 北方世界 南方世界 像是 冰川融化的现象 变得非常的快速 同样的 西藏的冰川 也正在 融化当中 减少当中 这个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和印度 对这两个国家而言 是中国的领导者 现在越来越 务实了 他们 只要不再想自己国家的利益 就会减少 更多的人为灾难 只要他们这些领导人 去关注全球的利益 就会懂得彼此尊重 就不会再犯上个世纪的负责 过去上一个世纪 只会在意自己国家 自己民主的利益 这是我的观点 下个问题是来自 Tenzin Naksang 我的问题是 我所在的城市和地区 在最近德国的洪水中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给这些洪水中 失去一些 的亲人和其他人们 带来希望 我察觉到 全球已有 气候变迁 饱受灾难 有一些地方 完全不下雨的 下雨甚至受到 饱受洪水的灾难 有一些 原本冷酷的地方 现在却 受到 火灾的 灾难 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的人 至少要对这些 正在苦难的人 伸出援手 让他们不要 让他们不要感觉 他们是 孤独的一员 让他们感受到 有其他的人 跟他们正在 统一战线上 有人正在关怀他 所以 为此 我们一定要 提倡 七十亿人 都是一体的理念 所以 我们 这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 去表达 对这些 无助人 无助难民的关怀 我的问题是 当现代教育 不在 教授 藏族文化时 藏族文化 如何能够 再继续的 生存下去 今天的教育 像我之前说的 必须要加入 如何建立 内心宁静的元素 像是 如何 减缓 内在的愤怒 如何提升 内在的 爱他主义 内在的慈悲心 当 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到 这些的议题 这些的材料 和元素 这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触及到 西藏的文化 因为这就是 西藏文化的精髓 我们不需要太看重 西藏知识 具有这种 民族代表性的知识 毕竟慈悲心的价值 就是西藏文化的精髓 下一个问题 是关于环保的问题 藏族文化 如何帮助我们 保护环境 防止气候变化的承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藏文化里面并没有特别的专业议题 讨论有关全球暖化或气候变迁 可是在西藏文化里面 我们反复地强调 所有众生的珍贵性 那既然我们珍惜所有的众生 珍惜所有的人类 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为人类的福祉去着想 西藏的文化里 并没有特别 针对全球暖化的议题 设定了什么专业的课程 这是没有的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 下个问题来自 菲利·荣耐 像我这样的年轻德国支持者 怎么做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到西藏人民 并且帮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宗教和文化 以诚心待人的方式 来去保护西藏文化 这是一个方式 另一个方式是 像是情绪 内心的和平 爱他主义等 这些的价值观 当我们去推动这些价值观 当我们跟他人分享 如何建立内在的和平的时候 你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材料 资源 这时候西藏的文化 就能够提及 这方面的丰富的资源 知识 西藏文化的精髓 其实并非从情绪的一个资讯当中 可以独立出来 并不是这一回事 当我们想要去 涉猎 有关情绪这方面的议题的时候 自然而然 已经触动到了 西藏文化的精髓 所以我觉得 我更在乎的是 我们如何维护慈悲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要如何维护 西藏文化 当你把重心摆在慈悲的推动上 那自然而然 你就要去参考西藏文化里面 所拥有的丰富的资讯 下个问题是来自Den Zin也写 这是德国西藏 青年会的成员之一 先顶礼尊者 我的问题是 尊者您是否认为 随着时间的退移 改变文化是有益的 还是您认为 传统文化根本不应该改变 文化遗产 要看 这个文化遗产当中 哪一些的内容 是对我们人类有帮助的 这个就要维护 而不是说这是我民族的文化 这是我民族的遗产 所以我要无条件的去支持 这个是错的 为了能够创造 更快乐的世界 更和平的社区社会 我们需要足够的资讯 足够的知识 来去建立内在的宁静 在这一个观点上 西藏的文化的确提供了 丰富这方面的内容 而不是因为自己民族的理由 而去说我要无条件的保护 这个民族的文化或者是语文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想 而是说我要维护这个价值观 但是这个价值观刚好来自西藏的文化 因此而去维护西藏文化 非常感谢 尊者您针对我们设题的讲题 发言 非常的鼓舞和激励我们 激励人心 尊者我们祈祷您能长久注视 我们需要您来实践世界和平 而且今天尊者您的发言 我们有14国的口译员正在翻译中 为了所有人的幸福 特别是西藏境内的藏民 愿真理在西藏能被世人广知 愿尊者能够早日回到西藏 现在此允许我把话语权 交给我们的主席 Wolfman Goddard 让他做最后的发言 尊者 达尔喇嘛 感谢您 这一个非常精彩的上午 尤其是 你们之间的一个密集的思想交流 能和你们在一起 参与这次的活动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尊者 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2018年 Darmstadt的大型活动上 当时你与 其他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们 一起讨论和平世界的秩序 和西藏的贡献 从那时会面之后 由于新冠大流行 我无法在Darmstadt拜见您 我很高兴 德国西藏计划举办了这一次的对谈 非常感谢 我的西藏朋友们 让我们继续为西藏 为建立世界和平而努力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希望我们能再见 OK 谢谢 谢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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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